丁海市区县今天迎来第三阶段通车之后的首个工作日 过去这个周末的免费运营让不少乘客有机会率先体验 居住在东部的上班族也在早上的尖峰时段享受到新地铁线路的便利 丁海市区县第三阶段上个星期六正式通车 全线共有34站 包括了11个转换站 全岛不同地区在公共交通方面的连接性显著加强 尤其是对于居住在东部的公众 现在又有多一条地铁线路可以前往市区 很多地方是新开的 所以去什么地方都很方便 如果来有进步 地铁全部都很好 平常我从7.45到8.05到8.05 所以我保随更多时间 我常常转两三个车车 然后去办公室 陆路交通管理局估计 滨海市区县全线开通之后 每天的客流量将达到大约50万人次